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12月是一个充满喜乐节庆的月份 因为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迎接 2023的到来 在往年呢 我都会带大家做圣诞餐桌的布置跟料理 今年呢 我带大家来做一点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烤拳鸡啊 很漂亮 但是要食用比较不方便 就是要动手嘛 要撕啊 要切啊 要分 那我们现在架上有棒棒腿 跟鸡柳条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 拿来做料理会很适合 不管大人小孩 在食用上都会比较方便 接着我还有加码带大家做 我们这次年货预购 大家有买火锅肉片 然后跟牛肉片 都可以把它做成烤肉串 我们要烤的时候啊 比如说看到画面中的玉米啊 还有我们的生豆包 跟我们一些丸子类都可以一起烤 都非常好吃 这边先带大家看我做这个烤鸡腿 跟盐酥鸡的腌料 有啃琼粉 白胡椒 跟姜 还有蒜头 这些东西啊你可以自己去微调 比如你喜欢五香粉的味道 你就可以加五香粉 我这次有用了酱油 因为我想要做稍微比较不一样的 有加了一点我们的动脉酱油下去 上一集我做的烤鸡大腿餐啊 我就没有加酱油 这一个棒棒腿啊 我把它画馅大家有看到 因为这样在腌制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入味 画面中看到这个是我自己的 马告胡椒盐 因为大家知道我非常喜欢马告 然后我们把准备好的这一些调味料啊 就把它放进来 然后蒜头把它压碎压成泥 我是比较偷懒的方式啊 全部倒在一起 拿那个器具去压 像我都会放在锅子里面 然后就放进去冰箱冷藏 那这个我大概腌半天以上 那接着就可以拿出来气炸 同时我还准备了九层塔 九层塔会稍微洗一下 然后把它滤干 这有加九层塔就真的很有严肃剂的感觉 这一个示范料理呢 我用的是气炸烤箱用气炸功能 还蛮好吃的 而且时间还蛮短的 这边看到我用的材料 比如说你蔬菜啊 我们最近有甜椒类的 菇类啊茄子啊跟筋类 全部都可以放进来一起料理 就像这样子 买那个蒟酒屋那种叉子啊 然后就像在做那个烧烤这样把它串起来 我都会用颜色 比如说甜椒有黄色有红色有绿色 或者是小番茄或者是马铃薯 你都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发挥你的创意也可以让孩子们做 这样气炸出来啊它很好吃 尤其是生豆包 还有那个丸子类的 当然重点还是我们的严肃鸡啊 12月快要过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